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街机形态是一只贝利亚的融合兽 叫做加拉特龙王 那这只怪兽呢,是街机形态里面专有的 然后我们又来召唤贝利亚作为战友 那陈子哥哥个人非常喜欢贝利亚这个角色 接下来我们又用这两个胶囊来召唤一只强力的贝利亚融合兽 你们猜猜看 那你们猜到了吗 没错,我们又召唤的贝利亚融合兽就是奇美拉贝洛斯 然后这一次的对手是时空破坏神塞刚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战斗吧 那你们觉得哪一只怪兽会更强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特龙王的攻击 加拉特龙王首先发动了脚踢 然后从眼睛发出了攻击的光线 好酷啊 让我们来试一下拳击怎么样 还是脚踢比较厉害 贝利亚的联合攻击来了 太酷了 奇美拉贝洛斯的融合兽也可以发动必杀技 整个镜头都在晃动 太帅了 他飞起来的时候很像一只龙呢 他的必杀技是贝洛斯地狱从嘴里发出的必杀光线 赛刚被打飞了 赛刚的攻击是从前子发出了光线攻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拉特龙王 漂亮的反击 他躲过了赛刚各种各样的攻击 并且反击成功 把赛刚打飞了 可以发动必杀技了 发动联合必杀技 贝利亚的登场姿势 好帅啊 他把闪电仪扔掉了 迪斯西姆光线 轮到加拉特龙的必杀技了 好强大呀 一招就把赛刚打倒了 哈哈 那这局加拉特龙王更强呢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接机形态是加拉特龙王 下期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皇家大师的形态 更多更好玩的接机游戏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